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就参加那边一个佛教的文艺营 那么跟他们讲一些东西 但我觉得很惭愧 看到那边的师兄他们修的比我好太多 他们真的很精进 你现在每天每天还保持一定的修行的时间 没有啊没有啊 所以我就糟糕嘛 现在太忙了 就是做不了很久 就整个心不定 哦你看看 退步了 但你一年会有一段时间去 是的 一年会有 那还是很必要 因为要不去的话 总会觉得不太好 但那个倒 其实那不是好现象 那对我来讲变成有点像是 人家等于一年要放次价 对不对 变成一种依赖 但修行这个东西 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 好像按摩水疗那样的一种依赖的代替品 他应该是坐上坐下 天天保持的嘛 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现在就是退步了 我觉得好好惭愧一下 反省一下 有可能你是现在跟不上这个现代出家人的这个潮流 你跟不上节奏了 是吧 跟不上节奏了 对吧 有的时候这个实在是修行不过关 你可以结个婚试试 哈哈哈哈 这已经试过了 对 香港 香港你知道吗 最近出来了一个市制定 是 市制定是就在咱们大浦附近 对 这个庙 不远 是吗 这个庙的女 还经过过 女住持 原来也是个内地女子 后来到了这个香港 跟那个宝莲寺那边好像关系挺密 后来呢 在那出家 在那出家 现在他就是大浦附近这个什么庙啊 定会寺 定会寺的女住持 市制定 最近被人揭发 他已经被香港警方好像是这个抓了 入境处 入境处啊 抓了有男有女 说他两次跟两个和尚结婚 都是内地的这个和尚 市制定 而且呢 你可以看看他的照片 这个 这就是定会寺啊 定会寺 然后你再看 这个左边这个就是市制定 嗯 哎 你瞧这大手啊 右边这个据说是举报他的这个人 然后 龙进京吧 龙进京 然后你再看 就刘家良的 哎 这就是跟宝莲 跟宝莲寺的 现任住持市制会 市制会 嗯 有点关系啊 然后你再看这 瞧见没有 狗仔队记者 有的拍了 说他拿着金色的iPhone6 嗯 说他仔细看他腿 他穿着黑丝的这个长筒袜 嗯 然后坐的是大奔啊 然后这个 还有吗 我看看 这是什么 在他的屋里还发现了假发 一个尼姑 尼姑你带 这屋里准备假发 十几种化妆品 十几双那个 那个名牌的那个皮鞋 然后有一个假发 你问他假发干什么呢 他个光头 他怎么会到他屋里去拍的 有搜查令啊 他这个 不晓得怎么拍的 反正 入京处人员上门了 入京处人员上门了 有有有这个 然后呢 现在被揭发出啊 他根本就没住在庙里 他是每天晚上 几乎吧 每天晚上 有个七人坐的那个那个车啊 他他会他回哪睡啊 比华丽山的那个 就是他是你邻居 你邻居的豪宅 我现在已经搬走了 我现在搬走了 我可能会说你泳池不知道 你曾经有没有看过一个一个 这个光着头的一个女的在游泳池里相会 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泳池风景很好 人是没有 要有光浪头就最多闻到 好 家这住持晚上回去到 与华丽山这豪宅去过夜 所以现在给揭发出来 而且说他这个庙里就有赤字 几百万的什么这这这这这种 好像说有几十万讲不清楚 本来说这个庙收入一年能达到两百万呢 对 还给弄出赤字 所以这事是这样 就翁进京呢 你知道是就刘家良的 刘家良先生的遗伤吗 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 在下来也很聪明很厉害 是个律师 过去的演员嘛 那么他是偶然之间发现这个寺庙 定会寺 然后就发现这个寺庙很破烂 然后这个住持呢 是不是就在大浦区附近 就在这个大浦山上 离我们这不远 然后就跟他解释说我们这个寺怎么样怎么样不容易 你看他又残破哎呀不够钱维修什么 那翁进京一片热心就帮他就说我来跟你想办法筹款 那么给他架设个网站 你知道这事连我都都有点关系 哦 是吗 是我我母亲 你是证婚人是吗 我母亲 有一天也去那看 他们是一群他们那些师奶们啊 我的阿姨啊什么一帮人啊 去玩耍 经过那四看 哎呦这真的很破烂 说他们也看了那个网页 看了翁唧唧的呼吁 说他要捐点钱 那我妈呢 还还有点自作聪明 说既然我儿子是佛教徒 那我现在捐钱 就用我儿子的名义捐钱 那他肯定很高兴 捐了一笔 后来我看这怎么回事 他说我用你的名字做了散事 那我说那也挺好嘛 后来才发现 哦 原来是这样 原来人道也有份子 是吧 也有份 也有份 很少很少 然后翁进京呢 反正他就是朝气这么多 后来呢 他开始因为他帮他募款 那他当然也得要看看账本 是吧 一看账本 觉得不太对劲 然后再加上这个寺庙 原来就有些义工 有些工作人员 就跟他抱怨投诉 他就觉得有问题了 于是他就用了像狗仔 对一般的私家侦探办法 抽丝拨浅的调查 然后终于把整个事 真相大白 现在弄出来 就发现原来是这个尼姑呢 他是呃 在香港大概是90年代 从安徽还哪 过来香港 然后来了香港 没两三年之后呢 他先是透过结婚 来到香港 后来跟这个香港老公离婚 再过两三年 就到了宝莲寺出家 出家再没多久呢 就被来到当这个寺 这个寺跟宝莲寺很有关系 这个寺跟宝莲寺有点像 你知道少林寺在全国 不是管很多寺院吗 对 就那种关系 就宝莲寺是香港最大型的 一个寺院的一个机构 那么这是他底下一个寺 在这当住持 然后呢 当住持呢 就是后来发现 年年的原来就这个钱都有亏空 他自己生活很奢华 然后又发现 他曾经跟两个内地的和尚 先后结婚 所谓假结婚 请注意 为什么叫假结婚 而不是真结婚 就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 那个夫妇之史 对 就只是把他 登记是为了要搞移民 其实是移民 其实是移民 就那俩和尚就有了香港身份证 你知道最逗的是什么 他 他人问他说 你为什么跟 先后跟俩和尚 要假结婚呢 他说我为了给他们办香港身份证 他说我这也是引进内地人才 他说 为什么要引进内地人才呢 原来 在早之前 前些年 有大批内地的和尚 跑香港来 最后他们要限制了 限制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据说近两年呢 要不说你像文道这个不守戒律 这个导致香港呢 和尚资源不够了 你知道吧 僧少周多了 香港和尚不够 所以这个市制定就说 我用这个假结婚 结一个再离 结一个再离 我可以把内地的一些男和尚 不是都和尚都是男的 不内地 内地的和尚圈 我为香港 我是响应香港特首的号召啊 我为香港引进专才啊 而且呢 就因为 这个行业 这变成像个行业 就是因为有法事啊 有什么 其实是有 很多的 可以得到不少供养 那所以这个事呢 现在闹得很大 在香港 就变成好像是 而且牵扯回 宝连寺了 已经 对 就宝连寺作为香港 最大的寺院 最有名 像天宇三 大宇三 那个大佛 对吧 就在那 然后现任 住持市制会呢 本来在香港社会里面 也有许多 围绕他争论 就说 作为住持 比如说 几年间 让宝连寺发展的 很大 很快 几乎像是商业化 香港很多人 常拿他跟少林寺 比较 大概明解 是什么样的 一个 香港试用性 对对对 大家有这个意思 但是 但我自己觉得不太好 就是 首先我作为佛教徒 我们不能够傍身 就是 不能够随便说 师父的是非 可是呢 这个事呢 最近又变得更复杂了 就是像我们那天 不是才讲到 内地游客在香港 被打死的事吗 一挂就挂上了 所谓的路港矛盾 这个轴线 对 这个事现在 也往这个方向发展吗 对 也是这么来讨论 路港矛盾有关系 有关系 怎么个关系呢 那就是香港的这个 别有用心的助词 来勾引大陆的和尚 不是 他也是大陆的 对 就问题就在这 香港现在网民 很多人的讨论 是焦点在哪 就是说 这是一个大陆来的女子 在香港出家 然后是假出家 然后再把大陆和尚弄过来 然后进一步呢 就变成就是说 破坏香港的佛教 弄坏了香港佛门的亲近之地 然后呢 再下来呢 这个讨论呢 现在很多香港人 为了要谈这个事 一定有根据嘛 对不对 就说回去 就讲到大陆的佛教界的乱象 你比如说 大陆有许多的出家人 原来是结了婚的 在他们看来 稀松平常 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到了香港也这么搞 在大陆呢 很多寺庙呢 出家人呢 是当工作来 来挣钱的 很多寺庙呢 也是非常富裕 所以到了香港 他住比华丽山 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一直沿着这个轴线讲 那么再讲下去呢 我觉得比较实质的伤害是 因为宝莲寺 其实现在这位 市智慧法师 快要离任了 下一任的住持 正好是从大陆来的 是南京七霞市 现在的静英法司 那么于是 难道 这是谁指定的呢 是现任的宝莲寺 他们自己决定的 内部决定 所以他们就说 这表示整个宝莲寺 作为香港佛教界的 中流砥柱 现在要彻底沦陷在 大陆出家人手上 而大陆出家人的 什么模样呢 就这个样 哦 你懂了吧 现在这个事 你看 又闹成这样 他这个世智 佛界人间实在纠缠不清 就是破坏了大陆的 这个和尚的集体形象 他伴过来这两个 相后结婚这俩男的呢 就是一直一个叫世智光 一个叫世智强 都背得出来 所以他不是背得出来 是因为他们管 他们仨人叫光定强 世智定 世智光 世智强 光定强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提个尝试性问题了 香港和尚可不可以结婚呢 法律规定可以 法律规定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等于神父 天主教神父 你佛教的出家人 你之所以不能结婚 你遵守的不是法律 你遵守的是这个宗教 法律上你也是个公民嘛 那么那个佛界里面 就对你一个宗教里面 说可不可以结婚的 当然不行了 当然不行 中原佛的中土佛教 是绝对不行的 看传佛教嘛 这是犯了根本大戒 那么但是呢 我说真的 这个说回来 说我们内地佛教的 这些情况 的确现在是有 数目不小的出家人 其实是结婚了的 我还就这事问过 真的就问过 这么一个出家人 他说那按照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我是公民啊 我想有这个婚姻自由啊 他也直接就是这么回答我 对对我我甚至听过更多 我亲身见过一些更匪夷所思的事 但那些就不讲了 那所以呢 这回呢 这个事 比如说香港网民 当他们要谈说 这是所谓的大陆佛教 来来搞乱了香港佛教 他们就从网上很容易找些材料 可是这种视角 就像那天我们讲那个游客那事 你如果把所有的事 都只用这个轴线 挂到这一条 这个角度来看 那问题就很糟了 你比如说接下来 大家 还在 还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呢 就开始批评宝连士 说你 现在连下一任住持 你都找大陆人了 难道香港就没和上到这程度吗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像话 为什么呢 因为 接下来要接任的 这位静音法师啊 就我自己是很尊敬他的 就就我觉得香港很多 真的知道情况的佛教徒都很期待 嗯 为什么呢 因为静音法师 你知道他什么背景 他是当年中国第一批 就改革开放后的 所谓的南传吴比丘之一 什么叫南传吴比丘 吴比丘你知道这个想法 是当初佛陀 政务之后 他首先 点画的一批是五个比丘嘛 对不对 嗯 是当年改革开放之后 赵普出 普老 他当时派了 选派了五个中国的出家人 年轻人 去斯里兰卡 读书 学南传佛教 他就是这五比丘之一 哦 这位静音法师 去那边八年 取得了硕士学位 学会了巴黎文 英文 然后各种语言 就非常好 接着 他又去了伦敦大学 念佛学博士 宗教学博士 那么是 大概是中国第一批出家人 留学欧洲 用现代学术方法 学习佛学回来的人 他专门研究的题目 恰好就是戒律 嗯 因为他在斯里兰卡发现 因为那是佛教国家 他看到那边的出家人 在街上很咒尊敬 所以他就在想 到底这个出家人 那边的出家人 持戒也很亲近 他在想 这个持戒亲近 对于僧团跟社会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其实觉得 中国的佛教 的确是有制度跟戒律的问题 这个向来就是他最关心的课题之一 然后后来呢 他过去其实在香港待了很多年 他本来就是宝廉寺的监视 因为他已经待了很多年了 他后来从伦敦回来就到了香港 在港大还开了一个佛学研究中心 这个佛学研究中心 现在可能是全华人世界里面 其实这个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个研究中心 所以光定强最应该听听他讲戒律 对吧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学问生 就是就是修行修行又好 那我觉得他后来到了回到南京 也在大学教书嘛 在南大 我觉得这是他回来是很好的一件事 听下来他来宝廉寺 那等于是吃亏了 应该把他调到少林寺去 这个是永信吧 是不是永信 对啊 怎么没消息了 我好贵念他 不是 我好贵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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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认为无罪推定嘛 对啊 无罪推定嘛 你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想当然呢 你没找出证据 确认他有孩子有事 那就得假定他没事 但有报道吗 说他没事吗 也没有 没有报道说他有事啊 没有报道说他发现了什么证据 说他有事啊 我现在还有一个觉得 就是说你从施永信的惹起的风波呀 我就想甚至有法师跟我那么说 就是说哎 在今天这个年代啊 出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他都不建议他的信众们出家 说这个披上架杀呀 是更多呀 就是现在你在庙里 是非之地 更加影响你的清静 当年释迦牟尼这个僧团 那个时候你加入僧团 有助于你的修行 他说但是现在社会生活环境都变了 你真要说你这个居士在家居士 其实就是说这个法师就说在家修行 还得清静 你真替杜进了庙 借入那个庙里边的是非 你心里更乱 的确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中国历来佛教就比较麻烦在这 因为你的寺院呢 你比如说 呃 要要要发展的好 你很难免就会有庙产 人家有供养进来 就有金钱 你寺院越大 越是名杀 你收的钱越多 然后里面人也多 是吧 出家人也多 就有人事管理问题 财务问题 所谓的寺庙发展问题 所以整个结构 其实是个跟俗家的社会组织 没有什么大分别 然后再加上在中国 还比较特别 我们所有这些寺院 还要接受一些像佛教协会啊 地方政府啊 跟党啊 各方面的关系啊 联谊啊 然后有很多的任务 没有你出了家 但是你还是要爱国爱党爱教 对不对 那那那 那是种种的东西 反正很多事 其实让你 你并没有真正很出家的感觉就是了 嗯 没错 盛兴最近有出来 有新闻里有出来 就出席了一个什么活动 我现在发现 但是有很多相矛盾的 呃 这个报道的 我觉得 呃 对 这盛兴这个 就像有些时候 咱们就说的 这是查 各别官员 这个一样 哎 你看 什么时候 他也出来一个新闻 他出来 那出来 大家也就据此信息 你看 摄影信 接待了一个韩国来的少年文化什么团 好 所以看来没事 看来没事 因为中国人就是这么看问题的 我是真的觉得 就是 哎 真的应该无缺 当然 你看 看他这个长相 对吧 你可能会觉得他有事 但是呢 我能理解 但是呢 就是你不管怎么说 我就始终就是说 不能搞有罪推定 你还是 不能戴有色眼镜去看 对 就是说一个咱们 你知道就是这里边 刚才你就提了一个问题 佛 佛门有佛门的戒律 但是呢 他对于为什么公安局管起来 有点问题呢 就是 你和尚也好 你孤儿也好 你在俗世的法律面前 你就是个公民 你可以结婚的 没有说你不能结婚 你也可以交男朋友朋友 至于说你结婚 你离开这个佛门就是了 对不对 好比说一个党员 对吧 他可能也叫区啊 就是说 我找个第三者 我有一个情人 这在公民权利上来说 你不能说我违反 我没有犯法 但是呢 你违反党纪 你违反党纪 你这个 这个不能说是教派吧 你这个党 你们有你们的门规 你不能犯这个 这跟佛教是一样的嘛 就是说 那你要真有这事 佛门去处理 但是问题在于 佛教里有没有成熟的 这个纪委啊 监察局啊 有有有有 当然有 其实我觉得 像我刚才说 我不要说到 好像今天出家 好像真的更麻烦 不是的 其实大陆 我认识很多 很了不起的出家 我相信大部分 寺庙还是很清净 这里面关键就在什么地方 就在戒 你要知道 佛教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跟别的宗教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基督教 天主要十戒 那个戒是用来规管 所有人的 但你仔细看佛教的戒 比如说佛教三藏嘛 对不对 所谓的经律论 这个律障 里面封都是戒 他管什么 他不管在家弟子 所以这是一个 佛教很特别的地方 就有很多人因此说 佛教在伦理学上 是很怪异的 就别的教 比如说你是穆斯林 都要管你 你信了这个教 你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佛教没有的 你信了 他也不管你了 是 所谓守五戒 是你要发誓 你自愿 你守 那就守 你不守东西 他管出家人 管出家 你在家居士 你自己发了个事 你犯了戒 那你这个的事 你自己作业 他也没有什么法律 去管你 但是 律本身管的完全出家人 而按照佛陀制定下来的 这一套 一直流传下律典里面 你看到 他有许多的机制 处理 这个出家人 犯戒的问题 首先 最重要就是每个月的一个布萨 就是所谓的送戒 那叫送一遍 集团整个僧团的人 寺庙送一次 我们又是要守什么戒 然后呢 通常呢 是要会要有个会议 这个会议是大家 有点像我们过去坦白交心 要交心 批评 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 也可以互相批评的 然后跟着就当众忏悔 怎么样怎么样 发露忏悔 对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背后举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这个一般还是不可以 一般 那在绿典很复杂 我不清楚啊 我不能瞎说 但以我所知 像这样的一个公开的 所谓的一切摊开来的 这点是最重要 那以前有什么华燕宗啊 法相宗啊 什么天台宗啊 现在这些宗派还有吗 那些都是历史上的宗派 所谓的中国佛教八宗呢 实际上到现在 没有这样的一个严格分野 就算禅宗跟净土已经很混合在一起了 当然也还有纯正的禅或净土 那天台呢 不一样 他还有 可能还有一点就像你们 你们的 你们老家 你们国情寺呢 国情寺 内脉还在 但是也不会那么纯正的说 我们只修天台 没有这样了 反正现在这个和尚问题啊 确实是一个这个广大人民群众 议论纷纷的一个 和尚都可以入党的 是不是啊 咱们先去讲广告吧 党员是无尊论的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日本和尚 人家这结婚结的挺美 是吗 对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误解 我们总以为日本好像就是戒律很松的 当然日本 严格来讲 你可以说他们的出家人没有守这个比丘戒 还有那个一修著名的 对 什么狂云女 他也整天大就跟妓女 玩一块 写艳丝 你看过他写那个丝吗 对 就都是歌颂 女人的音护怎么美啊 什么都是这样的 对 跟奥多姆也等了 对 没错一修禅师 狂生嘛 那么可是我觉得日本是很特别的 他有自己套 你严格说他们都没有守比丘戒 他们只守大臣菩萨戒 可是呢 我觉得有个误解 我们总以为好像所有日本和尚都喝酒吃肉娶老婆 但实际上不是 我记得去年我看一个调查 说日本大概其实有六到七成的出家人是单身的 然后还有大概四成多是持数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戒里面 他不要求你要守这个戒 但他们很多人自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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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挺好是吧 少些烦恼 对 他们其实很惊严的 比如说我去过看他们的寺院 其实是很规矩很端正的 真的很规矩很端正 但是你看你像这个红衣法师 这个李淑彤 他当年就是绿宗 男三绿宗 这家伙就是 就知难而上 按说像他这种 咱们感觉是天才文人 好像就会去选择个禅宗或者什么的 但是他不 他恰恰其实这也就说明 他可能也就是觉得对中国人的这种性子来说 其实要以戒为师 因为中国人心眼太活了 对规则太不尊重了 你想到最后中国禅宗发展到 那就已经都无所谓了 是吧 甚至我还听何人 就咱们这个解释太多了 对吧 就是说 这个有戒你知道吗 还有遮戒 还有破戒 说不吃肉吧 说有的时候呢 我因不能因为我不吃肉啊 让同桌的人对佛教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可以随顺你们吃两口 你要都能这么解释 哎 我得说有这样的 但您得是高僧 也许您 您是 大伙去逛摇 再跟奥多姆说 我就随顺一下 对对对 那有人说 观世音菩萨可能化身为妓女 去度化你 可你不能学一对当子 雪花纯收